下面是新时代、新精情、新委业 学习半切2023全国两会精神的系列报导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致出 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 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 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 当前广州以建设5号网格为工作握手 不断提高社会服务治理水平 为人民群众提供家门口的优质服务 和精细管理 沈耀祥报导 阿宇是白文区汉龙街河北社区的网格员 之前收到群众的反映 有社区的路灯坏了 他立刻过来了解情况 并且拍照上传到网格群 一日时间路灯就正好 拍照后我们回去和五长商量 然后五长就找村里面的电工 去加急处理这个路灯的问题 以免影响他们夜晚的出行问题 路灯夜晚剩下当然好些了 还有路灯发现问题之后 上传上片都会有人回复了 广州全力推进网格信息化建设 为居民提供自卫化服务 白文区社会综合治理网格化平台 就实现了人、屋、事、物、组织 治理传要素 一张图掌握 2022年以来 白文区伊托平台 採集消防安全、环境卫生 社会治安等各类网格事件 超过13万件 办结率达到99% 通过网格化平台 统筹各方面的资源 划分到网格里 并进行数据可视化分析 使大家更直观地了解 人、事、物之间的关联 从而帮助大家快速建立网格思维 为了进一步提升 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白文区还在综合网格组建 由党小组长、网格长 仪事长、监事长、警长组成的 网格五长队伍 让网格更密、治理更小 目前白文区全区 3454个综合网格 已组建五长眉治理队伍 约1.7万人 多元主体积极参与 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比如我们现在已经有的 一个楼栋长志愿者服务队伍 还有一个是以法律大棚车为阵地 来发展的一个 来生人员服务志愿队 这些都是我们五长 为治理的一个扩展 都是希望在网格中 就能够实现服务群众 服务群众到最后一米 按照广州市的规划到2025年 网格化服务管理更加科学化 精细化、智能化 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基层治理架局 逐步健全 基层社会治理效能 和服务水平大峰提升 走出一条符合广州特色的 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新路址 广州电视记者沈耀祥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